欢迎收看这一期国动新报综合报道 第579期新闻重点 首先为您介绍高雄竞宣武昌教会 2013年宣教年会8月23到25日举行 一系列的活动包括了宣教特会与宣教士有约等等 透过活动要凝聚弟兄姐妹对于宣教的负担与热忱 也让有志从事宣教工作的信徒 能够对此有更多的认识 负责年会的黄丽华传道表示 宣教是武昌教会领受的意向 截至8月底为止 教会共拆派了8位长宣宣教士在各地服饰 展望未来 武昌教会希望规划定期培训课程 让有志于宣教的信徒都能够对宣教有扎实的装备 去传福音直到地极 此外为迎向2015年台湾宣教150周年 三重区基督教联合会跨宗派联合开拓的第一间教会 也就是祭坛教会将在年底前诞生 由长老教会重新教会出任母会 并且将在9月8日举行黄志良牧师就任开拓牧师受职 及就任感恩礼拜 新教会的运作将由部分联合会所属的教会固定任限支持 各个教会也会有不同形式的人力投入 目前已经有同工大约20人 9月1日起先借用重新长老教会的场地开始运作 黄志良牧师也是新北市城市转化团队的主席 新教会将以祭坛信息为主轴 并且成为推动新北市转化信息的基地 以上就是本期国土星报综合报道 谢谢收看 我们下一期再会